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们将为各位查考的经文是 格罗西书的一章的25到27节 题目是 教会执事的执分 格罗西书一章25节 我造神为你们所赐我的执分 做了教会的执事 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 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有何等丰盛的荣耀 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 有了荣耀的盼望 保罗做了教会的执事 和我们一样 不,并不太一样 保罗在这里所指的教会 并非是地上的某某教会 而是指神国度与那合一的教会 他是执事 他是众多执事的其中一员 我们不敢妄检 谁可以成为这样的执事 或者是可以解释为管家 是否每一个作为神的工人的人 都可以被称为执事 保罗可是有神的话语认证的 从这件事情上的中文翻译 我们并看不太出来 因为在这一节经文当中 保罗为教会的执事 是为了我们 我们这些按肉身 是外邦人的信徒 他因为神的托付的任命 而成为教会的执事 是神将我们这些外邦人 托付给保罗的 有人说哪里有这样子的 这里明明是写的是神要保罗去传福音的 我在当初也是为了要查看 全辈的福音 在原文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而去查看原文的 结果一看原文就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 希腊文很少有人能懂 甚至都不能输入 那我就将英文的原话 在这里写出来 大家自己做判断 Kim James以及多版英文圣经 都是写成 To fulfill the word of God 也有一本写成 To complete the word of God 这要怎么解释呢 若是我来翻译中文 我会翻译成 为要应验神的话 括号或者是预言 怎么保罗为了弟兄姐妹们 成了神所定的执事或管家 就是应验了神的话呢 这就要回去看 《使徒行传》第九章 当保罗被大光照耀过后 主对亚拿尼亚所说的话了 当保罗被大光照耀之后 当场眼睛就看不见 主要住在大马四格的一个门徒 名叫亚拿尼亚的 去开保罗的眼睛 并对他说 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要在外邦人和君王 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 我也要指示他 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苦难 这就是主对于保罗的预言 我们如今看起来 这预言果然是每一个字都应验 保罗是神所任命的执事 也是神家里的管家 那他所管理的是什么呢 是说他是使徒 所以他管理就是信徒吗 不是的 使徒所有的身份 是掌管神国在地上的权柄的 是面对世界的 确实对于信徒在世上的行为 也是有规范的权柄的 但是管家的身份 才是管理家里人的 管家是做什么的呢 主自己有比喻说过 马太福音24章这样说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他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所以管理家里的 便是管家的 管家的首要工作 便是要按时分粮给家人 也就是喂养他们 看到这里 其实大家都应该心里明白了 我们如今说在教会里说的喂养 那就是关于神话语的喂养 这里就是为什么和和本 在翻译词节的时候 要说保罗这个执事的工作 就是传神的道理 其实神的预言不仅仅是对保罗说的 主要保罗做他的执事管家 也不只是让有关保罗的预言应验而已 主所留给我们的预言还有很多很多 有关于他自己的 有关于我们的 还有许多奥秘是隐藏起来的 而保罗成为他的器皿 他的管家 他也要我们能够明白神国都的奥秘 这些奥秘是已经借着话语赐给我们的 神的话语并不仅仅是文字 是经文而已 很多的奥秘也不仅仅是一些神奇的故事 让我们明白了就好的 就好像我们读了游记 那也只能明白那过程的皮毛而已 许多的奥秘我们要自己经历之后 才能更加的明白 关于这些奥秘 我们要到下一篇中 再来给各位查考 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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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